好,我们来看一下第8章的高速2的历界题 这个是浮长跟那个伞行面积的提醒 如图我们的O是圆形 TA是切圆于A 还有AO等于AT等于AB BC平行于AT OC的长度是4跟2 求伞行AOD 这边它其实有一个 怎么说呢 当然它第一点你是选择题 所以你也不用去写出你的整个推论 它这里有一个90度 因为AT是切线 所以OAT是90度 而且它在图里面也画给你 非常良心 然后还有的就是它给的 OT等于AT等于AB的这个关系 那你就会得到OAT 其实是一个等腰直角三角形 等腰直角三角形 而且OAT跟OBC是相似的 因为AT平行与BC的关系 所以它一定是我们知道相似型 大家出赚的东西不要忘记 有沿用的 所以相似型的关系 这个OAT跟OBC是相似型 它的比例是多少呢 因为AOA等于AB的关系 它应该是1比2比1的那个 所以这里是两倍 这里是一倍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所以大的OBC也是一个等腰直角三角形 斜边为4跟2 代表BC跟OB是等于4 这样子的一个情形 所以你的OA就会是等于2 所以韦泽就有看到OA 应该是2 它写下来没有写推导 不过看起来 你知道OA是2 应该就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思路 就找出来的 我们就找到了OA 这个半径是2 然后这个角度 AOD是45度 我们有了圆形脚 我们有了半径 我们应该就可以找到 这一个散型的面积了 OK 它有写的 它其实有写的 所以看起来应该没问题了 All right 所以接下来 面积说 我必须要讲 有一些学校的老师 他们不给学生 我不知道什么心态 不过 我个人是很free的 我觉得说 你如果用度数 这个是初中的公式 我接受 反正他找出来的东西是一样的 但是有些老师坚持 要学生 因为高一学了Radian之后 他要你用Radian的公式 这个我个人秉持着 开放的态度 所以只要是对的 我都接受了 360分之45 它其实相等于 那个角度是四分之π 对吧 45度是四分之π 所以他其实要你用 二分之一 R平方 乘 拍分之 拍除四 这样子的一个公式 Anyway 这一边越减得到八分之一 R是2 2的平方是4 4跟8越减成2 所以他得到的面积是π 除二 OK 所以这里是答案是A 反正选择题 照理来讲 应该那个步骤 怎样都不需要太在意 不过 不过 校内考试很多时候 都不会设那个选择题 校内考试一般上 全部是做答题 只有预示 就是在考 同考前 他才给你20题的选择题 同考会有20题选择题 他分数成2 变成40分 所以很多人觉得选择 R 选择题又选这样 但是当你的选择题20分 然后每一题是2分成2 变成40分的时候 你就不是这样看了 OK 要很小心 很小心 很小心 你错一题就是2分 没了 OK 第二题 一只散行OAB的面积是15线平方 虎AB的长是6cm AOB的弧度是多少 我们看这个公式 A是等于2分之1RL 你的虎L是6 对吧 放的6进来 6跟2 月减剩3 3跟15 月减剩5 所以他就会算到半径是5 不半径是5呢 我们的SITA呢 是用L除以R 你用这个公式会比较好吧 会比较精简一点 所以我们的L是6 我们的R是5 6除以5得到1.2 所以我这边不能放错 我不能放差 Anyway 没有错了 只是说这个会精简一点 这个会精简一点 OK 第二题很简单 答案是DONKE 第三题 这一题 你就会看到 不知道我怎样下手了 非常的 OK 不懂怎样形容 这一题是怎样呢 你可以看到的是 他好像半径都是一 画出来 那个四分之一的圆 四分之一的圆 四分之一圆 OK 这个是以C为圆形 画出来的 这个是以D为圆形 画出来 以B为圆形 画出来 以A为圆形 画出来 四个相交的位置 那这个形状 那个形状 近视正方形 很靠近正方形 但是不是 要怎样来分析呢 我是这样子来看 如果我连接A G 还有B的话 他就有等边三角形 那这个就是60度 那上面就会是30度 OK 同样道理 如果我这边不要连接 我就是只保留这个AG了 所以换句话 上面是30度 同样道理 如果我连接DF 还有AF的话 我又得到另外一个等边 三角形 然后这边就会是30度 也就是说 它是平分三个等分 这个也是30度 OK 所以接下来要怎么做呢 它 我刚才讲了 它其实很对称的 然后这里应该是近视一个正方形 只是多了什么呢 多了一个公形 所以也就是说 我用四片的公形 加上一个正方形 我就可以找到了 那个面积 这里是面积吗 面积 面积 如果是 如果是周长就容易算了 因为这里是 1234 四片 用30 30 30 4 32 120度的 弧 长就可以了 这个呢 就要用正方形 问题是GF 多少 GF是多少 我们GF呢 我可以用 cos GF平方 等于1的平方 加1的平方 减去2乘1乘1 乘cos30 cos30 等于根号3除以2 也就是根号3 换句话 我们就缩短 得到2-根号3 GF 平方 我也不用开根号 因为这个GF平方 就相等于 那个正方形的面积了 对吧 正方形面积 OK 所以接下来 我们要找G 那个 那个 那个的公形 公形 一共4片 4片 共形的公式 是1分之1 它半径是1 半径的平方 减去那个角度 是π除以6 再减去 sine30度 sine30度 等于1分之1 OK 那我们这里 先越减得到2 这边先通分 这个乘6分之3 所以我6 乘过来 6跟2 越减剩3 所以这个是3分之 π 减3 这个是那个 4片 4片公形 对吧 4片公形 π减3 A 那如果是这样 等等 你让我想一下 那如果 不如直接用3分之π 减1就好了吗 OK 这个4片公形 那我们的面积应该是2 减 2减根号3 加上3分之π 减1 最后2减1得到1 1减根号3加3分之π 我看这样有没有 我看这样有没有这个答案 1 1加 没有π3分之3有 π3分之3有 有加1 有减根号3 π3加1减根号3 第三题答案是1 有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做法 你看我做法很精简 但是其实整个的思路来讲 它涵盖了 其实你可以看到 也是不是很复杂 GF平方 我用cos 我用cos 找GF平方就好了 那个是就是中间 那个正方向的面积了 过后我再拿4片的公形 所以你为什么我讲说公形 这个公形 公形有另外一个意思 所以这个公形很重要 你把这个公形模块化了之后 很多题型 你很容易解的 等着刚才我后面 也是有一题 就类似这样的 好再看这一题 A和B是两个等元的元星 两个半星是10星 AB是12星 那两个元的公共的部分 它等元就一样大 一样大 那画到不是很美 我看看有有有有可以用吗 它这里是10啊 101010 所以基本上它是一个 还是一个什么呢 它是一个菱形嘛 只是overlet的部分啊 overlet的部分怎样看 它是一个公形 这里一片公形 这边一片公形 它基本上是两片公形加起来 这样问题是 我整条是12 那我一半是6了 这样这边应该是8了 680嘛 这个是一个特别直较三角形 所以这个角度我们不难算 对不对 不难算 我们找这个角度 乘以2 我们去打Radian的时候 它要正确值吗 没有啊 这个我们就用计算机得出来就好 OK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角度 Cita Cita是Cita等于8 tangent8除以6 然后呢 我们要2Cita OK 我们要2Cita 我们要2Cita 然后你看 我也是重复 就是在想着 过后呢 我们直接套公形和公式 两片公形 二分之一 R是10 10平方 乘3 Cita减3Cita 你看我们一模块化很容易了吧 对啊 模块化就很容易了 Cita是 Cita是 4除以3 我直接越减 然后4除以3 过后 过后你不要觉得说 啊老师 这个SignSita 我们可以直接用 呃呃 我觉得不要给抢了 我们直接按计算机就好 呃 2tangent 4除以3 其实可以用两倍角公式 把它推倒出来 不过 你们好像还没学是吧 啊 不要紧 好 所以这边我们是这样子的 月啊 前面是100 后面我们按计算机 我们来看看是多少 2 ShiftTangent 4over3 这个是它角度 我们先save下来 RecordA OK 所以我们是用 Radiant的 这个是Radiant Form 所以我们是用AlphaA 减SignA OK 这个就是我们的0.89459 0.8946吧 0.8946 0.8946 过后乘了100 我们就会得到89.46 Cm平方 所以过 后面给的答案是 0 89.5 好 所以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OK 你看一模块 你只要把那个伞型 那个那个弓型模块的话 靠弓是很快的 OK 这一题 我们再看看 阴影部分的面积 这一回就真的要面积了 刚才那一题好像是要周长对吧 周长容易很多 面积就 面积其实也不难 你看我连接O PQ 它是这个的弓型 对不对 PQR的这个弓型 减去PDQ的这个弓型 就可以了吧 所以你看 所以你看公形模块化很容易 那个题目就很容易分析了 所以你看面积 我们等一下用这个思路就应该做到 这一回我们先看一下 它给了我们什么资料 QOR是 直径OR平分QCP 就是上下 上下对称的一个情况 C是半径为R的一个小圆 QCP是四系塔 这个角度叫四系塔 OK 然后OP为半径做另外一个圆 这个角度应该是二系塔 因为同弧所对的圆 心角等于圆周角的一半 两倍 反正这个是圆周角嘛 看小龙的话 这一回它说 QRP的弓 是等于QDP的弓的 根号三分之二 OK 所以我们先看一下嘛 这个 Cita是多少 所以QRP QRP的弓 它是 OP的 等等 你让我看一下 它的半径好像 好像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它半径 大元半径是多少 大元半径 大元半径 OP是半径 我 我放信一下 我再想一下 OK 我想到了 这个胡肠 我们照样带了 就是刚才我们有的资料 胡肠 胡肠 QRP 它是这个小元半径 也就是R 小元半径R 乘上什么呢 乘上这个角度 这个角度是4Cita 然后呢 这个根号三分之二 我们照样放进去 Q QDP呢 它是这个大元 也就是OP OK OP 乘上那个 那个 二Cita 乘二Cita 所以其实来讲呢 这个Cita 我们是会消掉的 所以这个公司 我们不是要找Cita 我们是要找OP跟R的关系 过后我们再 再来找那个Cita的值 所以Cita跟月掉的时候 22得4也跟这个4月掉了 所以就会得到OP 其实是什么 OP是其实是根号三R OK 所以我们就知道说 根号三R 在这边 这个是R 这是R 所以如果我们砍一半 这一个砍一半的话 它就是根号三 有点小 我另外再画出来 不然的话大家看到发指引 OK 它是这样子的 这边CP 这个是C CP是R CO也是R 这边我们刚才算到根号三R 对 它这个角度 刚才是P O Q 是二Cita 那这个角度是Cita 当然我们砍一半 我们知道 这个就会是根号三 除以2R 这一个呢 你应该可以看出来 它应该是二分之R 二分之一 这个是E 这个E 这是二 这是根号三 对不对 这样这个角度是多少度 30度来的 这样应该可以看出来 当然你 有些同学就好 那我要怎样做 你可以 如果你要做答题要表达的话 你可以直接来一个cos rule 对不对 你来一个cos rule就可以了 这个平方 R平方 加上根号三R平方 再减去R平方 再除以2乘 除以2 除以R 除以根号三R 你就可以算出来这个Cita了 好 用cos rule就可以算到 当然我刚才进行了分析Cita就是30度 OK Cita等于Pi除以0 可以吧 这个是我们的第一个小题 Pi除以0 过后呢 它要你找 这个阴影部分的面积 要你证明 为什么还用证明呢 因为他要给你答案检查 因为他知道这个题目很复杂的 他们一般上就会给证明题 Instead of给你找面积 找面积难很多 因为你弄错了 你也不知道 好 证明的话呢 还有给你一个答案 给你复查一遍这样子的一个情形 其实我会更喜欢证明题 因为证明就是给了你答案 要你确认一下对不对这样子 OK 好这边呢 刚刚我讲了嘛 它其实概念很简单 我连接PQ 我就有用PRQ的这个公形 减去PDQ的公形 OK P RQ 公形 等于多少 2分之1 R平方 它的C塔是4C塔 答案4C塔 这一 我们可以放回4C塔了 等下我们再 再把那个4C塔放进去 另外呢 另外呢 是PDQ的公形 会是1 2分之1 根号3R的平方 这个是2C塔 对 2C塔 减去 sin2C塔 OK 这样子 那这一个4C塔呢 C塔是Pi除以6 那这个是2Pi除以3 30度乘以4 你就会得到120度 120度呢 它相等于60度的sin 60 sin60度呢 我们就会得到根号3除以2 所以基本上呢 它会得到这个 2分之1R平方 乘上这一边 这一边呢 我们就会得到3的平方 是等于 根号3的平方 就等于3了 所以它是2分之3R平方来的 C塔是Pi除以6 我们越减得到Pi除以3 减去 Pi除以6 乘2就会60度 60度也是根号3除以2 过后呢 这两个互减 对不对 这两个互减 当然你可以讲说 我把2分之1 我把3乘进去 因为这样子的话 2分之1就会一样 3乘进去 就会得到Pi 减3 根号3除以2 好 那这个互减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得到 因因部分呢 shaded shaded 就会等于2分之1 8平方 这个减这个 3分之2减1 等于-3分之1 -3分之1 -3分之1 加上2分之3 根号3 所以3减1等于2 2 2除以2等于1 所以是根号3在前面 所以我们就得到了 得到了这个东西了 ok 所以用公形减公形 就可以得到这个面积了 alright 好 再看一下第三题 所以一样的道理 pq连接 我们就会有 两片公形 但是这个情形 你不可以直接乘以2 之前为什么我可以直接乘以2呢 因为那两个圆是一样大的 那一题是哪一题 这一题 这两个圆是一样大的 那这一题呢 你明显可以看到 两个圆的半算是不同的 一大一小 ok 这一题我刚才看了一下 好像没有给 他的题目没有给到 足够的条件 怎么说呢 我们来看一下 两个圆 A的圆形在这里 B的圆形在这边 画出来两个圆相较于p跟q 然后p、a、q是60度 p、b、q是120度 有啦 他有给到120度 他图里面没有画 那也就是说我除以2 就会等于30度 除以2等于60度 30加60等于90 也就是说这边会是90度 这样子就够条件了 我还以为他没有给到条件 他其实是应该是p、b 会是切这个a的圆 ap 又会跟这个b的圆相切 我还以为他要给这个条件 但是给了120就不需要了 这样就understock 因为这两个加起来90度 没有 这两个加起来180 另外两个加起来 要等于180的话 就是唯有90 90了 这样子ok 这样子ok 那ab的长度是12 两个圆是多少 30度所对的边 直角三角形 30度所对的边 就是斜边的一半 12的一半 这边p、b等6 过后呢 ap就会等于6 更号3了 所以我们就找到两个圆的半径了 ok ap是6更号3 p、b是6 找到了两个圆半径 接下去来要找阴影部分的面积 这个就是要找 刚才讲了两个公形嘛 加起来 对不对 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 呃 左半边的公形 要用6为半径 120度为那个角度 算出来的 我们就是有1分之1 6的平方 Sitta 120度的Sitta是3分之2拍 减去sine3分之2拍 我照写3分之2拍 等下我们再简化 它是一个特别角 ok 6636 36除以2 等于18 然后呢 这个3 这个 120度呢 它向等于60度 sine60度等于更号3除以2 然后我们要的话可以沉进去 它18 月减6 6 22 12拍 月减得9 减去9更号3 这是其中一个公形的面积 另外一个公形 另外一个公 另外一个公 另外一个公形是1分之1 6更号3为半径 ok 然后60度也就是拍 除以3 为那个角度 一样的公式 一样的公式 3拍 除以3 ok 6636 36 36 除以2等于18 18 因为更号3的关系 更号3的平方是3 所以我们要用18乘3 18乘3 等于54 乘上 拍 除以3 减去这个也是更号3 除以2来的 好 然后呢 除以3得到18 这是18拍 这个除以2呢 就会等于93 27 27 更号3 过后再把两个加起来 我们就会得到18加12 等于30拍 9加27 就会等于36 更号3 对吧 他要你证明 他证明的面积 30拍减36 更号3 就是跟我的一样 对吗 两个相加就可以了 ok 还是那句话 把那个公型的面积 背起来 因为这个公型一模块化了之后呢 就很容易算了 包括这题也是一样要用公型的 你看一下跟刚才那题 容易一点啊 刚才那题好像是30度的 对吧 这一回 你连接这两条线 你就会得到它是一个等压三角形 等边三角形 这个是60度 ok 所以呢 我们用60柱找了这个闪情之后 还要加到一个公型 或者你可以讲说 我用两片的公型 减去一个三角形 也是可以啊 对不对 两个公型 减去一个三角形 这个三角形啊 它是这样的 一 二分之一 根号三除以二 它的高是根号三除以二 所以如果你讲说 我两片 60度的闪行 相等于一片120度的闪行 那它的面积呢 就会是 二分之一 半径是一的平方 乘上吸塔是三分之二 π 这是两片 呃 就是120度的那个闪行啦 所以再减去 这个三角形的面积 三角形的面积 是二分之一 底是一 高是根号三除以二 啊 然后呢 我们越减一下 你就会得到 π除以三 减去四分之根号三 这个就是它的面积了 很容易对不对 比起刚才那题 容易很多 对啊 所以这题的做法是这样的 好 我是用120度的闪行 减去一个三角形 那我就不需要用到那个 公形的公式 如果你要用公形的公式 你用一片的这个 60度的闪行 加上一个公形 也是可以的 啊 我觉得是类似啦 类似的一个做法 ok 可以吧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一 八章的 高速二的提醒了 那我们的一段时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